大家好,我是樂血阿傑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樂血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種也是日本來的昆蟲食材 這個非常的特別 我們知道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跟蜜蜂其實是蠻有關係的 不管是你在自然觀察的時候 會看到蜜蜂它反花 還是比如說你會可能吃到蜂蜜水 然後還有花粉 然後很多蜂的相關衍生物 比如說蜂椒蜂蠟 跟我們的類都有關係 但是現在比較厲害的來的是這個 這個叫蜂子 什麼叫蜂子 蜂子酒宅煮 這個字念宅還是藥 蜂子酒酒什麼煮就對了 其實這也是一樣 因為它也是原料用醬油糖還有什麼 醬油糖還有麥芽糖 因為這些東西去煮 所以它也是這種比較甘甜的口味 但是我還沒吃 在吃之前我還是先錄一段跟大家介紹 別忘了我現在寫的這本書 由天下文化出版的叫做 昆蟲美食家 讚名啦 當然到時候你也可以搜尋一下 用我的名字大概可以搜尋到這本書 那也希望大家支持 因為在裡面我記錄了我到世界各地 包含台灣 這些地方 有的食蟲文化跟真正的食蟲體驗 它絕對不是殘忍 絕對不是野蠻 而是真正我們人類 跟環境互相依循的重要證據 所以別忘了 樂協阿捷的昆蟲美食家 請大家支持 樂協阿捷 樂協介紹 瘋子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